人设的定位 造成月圆芝现在目前危险 我直接这样讲 你为什么一直讲元芝呢 你是跟他不好吗 没有我今天讲这一题 其实是要帮大家了解 我也希望元芝听完 我今天这一题之后 其实我要讲的内容 昨天跟他讲过 他知道了 他要靠着三个步骤 去帮他过关 那人设这个部分是最重要的 我举个例子好了 难道绿营不会想要罢 徐巧新吗 巧新在蓝营当中是战将 可是绿营是首恶 绿营对他很讨厌 也就是在绿营选民的心中 徐巧新的仇恨值 其实是比月圆芝高的 那你怎么讲月圆芝 你是那四肢挑软的师吗 罢免就找月圆芝吗 不是 是因为徐巧新的仇恨值 虽然高 可是他的拥护度 也比月圆芝高 好吧 我今天这一题 就是重点在这里的 精华就在这一段 把它解成是前面的预告 因为徐巧新是国民党的举旗手 你看那个什么 什么八百壮士 或是什么战场当中 那个有没有 士兵去撑住国旗的那种画面 即使我被战机扫射以后 我受伤了 我要倒下的时候 棋子不能倒 对不对 棋子不能倒 一个一个将士用命 顶上来就要把这个棋子撑住 就算我全身弹孔 我也不放手 感动人心 对不对 所以国民党的举旗手 大概就王宏威 徐巧新 罗志强 战力最强 一天到晚就压着民进党地上摩擦 所以民进党的知识 就很讨厌这几位 可是同样的国民党的知识 看到他们就嗨 你做任何事情 我都无条件的支持 所以这叫举携手 那原资有没有到这种程度 我是认为没有 就原资在民进党的筹问值不高 他会上三例 他民进党的知识 看他看他 然后也蛮有喜感的开开玩笑 可是呢 也因为这样 有一些国民党知识讲说 你去上那个干嘛 绿媒都在一天到晚 在习国民党的脸 还去那边被嘲讽 反而是劝他不要去 可是他有去 所以这种状态之下 就变成是简单结论就是 绿媒虽然没有很讨厌 变原资 更讨厌徐晓星 可是国民党的事实者 是挺徐晓星 挺到出资 挺到无远无悔 就像当年马英九当党主席说 没有过半我党主席不干了 国民党真的吓到说 怎么可以让他不干 我太爱马英九了 所以全部出来 那年就真的过半了 2005年 就这个意思 所以当这个 原资没有像蓝营的一级战将 徐晓星王红和罗志强 这样子的一呼百诺 的气势的时候 他如果面对罢免的时候 国民党没有权力出击 他的奥元不够 那怎么办 这个原资三维 其实是有解方的 解方就在违汉观点 所以第一个 降低仇恨值 第二个呢 就是增加地方的连结 第三个 你的专业还是在国会